选拳倒数 桃园市长候选人马不停蹄 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运鹏 一早就为议员候选人站台 对于昨天推出竞选小物郝运鹏 才开卖一个晚上就卖光 他也没想到这么受大家欢迎 我昨天有发现说 这个爆棚的订单 也不只是桃园的朋友 有很多高雄 台中 外线市的朋友 甚至美国的朋友都来表示 这个买不买得到 所以这是选举史上第一次 有这种实用性的斗篷作为商品 价格也不高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郑运鹏 多多支持选举商品的创意 像我们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桃园市长郑文灿 也到中立跟郑运鹏一起团结拼选战 桃园正在改变 建设不能断 大家一起来支持郑运鹏 让他继续建设桃园 大家说好不好 运鹏是文灿市政的好伙伴 他就是郑文灿二年龄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与内政部前部长李鸿源 到桃园市图书馆新总管 了解工程问题 下午受邀出席捐赠监视器仪式 针对财产申报公布后 被称为大地主 张善政特别澄清 66笔土地由60笔是太太所继承 总面积90平 而搬来桃园购买近20年老公寓持份 只有四平 至于三支是双清摆放骨灰坛的墓园 持份不到0.5平 九合一选举还有一个多月 桃园市长候选人民众党赖湘林 与五党籍郑宝清也都把握时间 分别到市场及市民活动场所 争取选民支持 新唐亚太电视胡书霞张年杰 桃园采访报道